一个小时没有冷气的火车体验 就是那种你一边睡觉 然后汗就一边流 然后你又很热 可是你又很眼碎的那种状态 早安 今天我们就要体验大火车去泰国 这么有什么好体验呢 其实一般上我们去泰国都是驾车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就体验一下 从马来西亚大Train去泰国 但是其实正常来讲 我是应该从KL Central开始搭车的 但是因为我人现在已经在Kadar的Sungai Bhatani 所以我就直接从Sungai Bhatani打火车过去啦 好啦 那我们现在就买了一个7.20分的火车 因为这个方向是去Battleworth的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要过去对面那边搭 才是去Padang Bhat 我们还要搭多一趟火车才可以到泰国 我们还要搭多一趟火车才可以到泰国 先上去买票 50块 就是7块钱马币 买好票之后呢 你就会马上去领这个入境卡 然后排队 等车 就我们刚刚呢 就找到一个位置坐下来 然后我发现这个火车 是没有Aircon的 它只有用风扇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边吃东西 这个车厂只有一个洗手盆 然后窗口是可以伸出去的 这样子的一个老旧款火车 OK 我们到了泰国 大概体验了 一个小时没有冷气的火车体验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 你还感觉到 你又不能好好睡 可是你又很眼神 有汗流很大很大很大汗 然后隔壁的人也跟在一起流汗 然后有味道 各种味道掺杂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然后反正就是第一次体验这样的东西 其实也蛮好玩啦 因为KL没有这样的东西 这样反正来到这边 我们就体验一下咯 对大家如果有兴趣到火车来的话 如果你不介意没有冷气的话 就试下咯 接下来我们就出去玩啦 Go 好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我 拜拜 by bwd6 咯